另外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 陈梦对孙颖莎的球迷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中国拼协在17号发布声明 谴责饭圈乱象 表明将会追究相关组织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中国拼协在声明中称 饭圈乱象已经严重干扰 中国乒乓球队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对运动员 教练员与管理人员的工作 生活 家庭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更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针对在网络空间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场所 任何对中国乒乓球队或其成员进行辱骂 诋毁 诽谤或其他形式的恶意攻击行为 协会将依法书籍证据 并追究相关组织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反权文化原本是指粉丝群体 对偶像的狂热支持行为 但近年已逐渐渗透到其他界别 包括体育 在巴黎奥运乒乓球女单决赛中 大批支持孙颖莎的粉丝 向陈梦发起激烈的攻击 引起了社会关注 陈梦回国后出席了一个电视节目 在访谈中表示他正尝试做一些改变 尽量不让自己听到外面的声音做好自己 包括在单打决赛上 在周围环境如此嘈杂的时候 就是要赢给所有人看 陈梦又表示 在过去三年 无论是伤病的困扰 还是竞技状态的下滑 对周围质疑的声音也都挺了过来 所以说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潜力 只要勇敢面对一切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